基本上我們上禮拜的東西簡單再複習一下 呃 自動編號我想方法很多啦你可以用什麼呢 用 函數的方式所以這函數裡面 有那個Test Row是列嘛-1啊為什麼-1因為我們從第二列開始 他的格式有0.00如果說B欄裡面沒東西就不要顯示 所以這部分的話是函數的這個是用Excel裡面的函數方式來做的 我想這個部分慢慢各位要熟 那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函數外面的函數跟那個VBA裡面的函數有些一樣但是有些不一樣 像這邊這一題有沒有那個 我們這邊用Test 可是在VBA裡面就不是用Test用什麼 用Format 可是道理差不多 那其實Function函數的話他的用途慢慢各位就是要 也不需要去使計啦大概要感覺實際上他是什麼他就是 你給他東西給他相關的參數 他給你你要的結果 有沒有比如說Test這個函數 就是你給他什麼你給他一個Row Row就是第幾列嘛給他一個數字 然後他返還給給你自己文字 因為他幫你格式化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沒有把格式 格式給他 也就是你這個格子你出張格裡面格式沒有變成文字的話 他還是沒辦法正確顯示 好所以這部分的話 稍微簡單複習一下 那還有就是說怎麼樣做編號 我們講有沒有這邊 Number Format Locate 這個是錄下來的 那也是錄下來有沒有 我們按錄製聚集的有些 功能 當然你沒有把那個自動化這個事情做好 最重要就是說你要 一半可以慢慢的 結合像什麼結合像那個錄製聚集這件事 錄製聚集之後的話 其實 就會有很多答案出來 可是你錄下來之後你要知道你錄了什麼 然後你要慢慢可以習慣說 從錄製下來的東西 可以取得你要的答案 然後放在你要的VBA自動化程式裡面 那這樣慢慢慢慢的你的工作上面效率就提高很多 那這邊當然自動化我們最常用到就是Fall回圈 你會發現當然 回圈裡面還不只是Fall回圈 還有別的 別的回圈啦 只是說 就目前現階段來看 Fall回圈應該夠用了 我發現大概 90%以上的一般 上班族的工作都夠用了 那至於說你要那個怎麼錄回圈 什麼Fall回圈 什麼前測試回圈後測試回圈 一堆回圈的 如果你自己有興趣的話講過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個 軟體設計那個秉級那個題目 那題目裡面就是 考這些東西啦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 想要專研 還有就是你可能下班之後還有點時間的話 真的可以花一點 然後大家就試試看 這就是